好這個美食爆麻仔煎帶您看到台北市有一家三十年老店 號稱是駕鋼嘉義古早味的排骨酥雞絲麵 老師傅說這排骨能夠又香又Q又能夠入口即化 它的關鍵就是要用溫體豬肉和三種不同的黑胡椒 醃過再炸再蒸就很美味 三十年的好味道全都在這個瓮裡面 連香港觀光客都指名要吃著排骨酥 很甜 它的肉的味道 這個挺好 相當好 很好吃 真的 湯的最好 對…很鮮甜 胡椒味是蠻濃蠻特別但不會很嗆 不會很辣的那種感覺 對 肉的質感也不錯 吃起來蠻嫩的 這排骨你也要勾 有骨頭有肉有 把大小一樣的炸排骨塊 和冬瓜一起擺在瓮裡面 然後加水蒸一個小時 就是何老闆超有名的排骨酥湯 白色的油一定要全部除掉 炸起來你才不會燉起來 會油油的 為什麼想要加雞絲麵 因為這種雞絲麵 幾乎現在大部分都沒人家 只有我在家 因為我吃了好多的東西 還是雞絲麵是最好的 因為雞絲麵的味道 和你的排骨味道成正比 老闆透露好吃的關鍵 這邊就是要用溫體豬 三種K胡椒 而且要現切 現攪 現炸 不能醃過夜 這樣肉才能又香又Q 又入口即化 這邊還有另一道招牌菜 滷肉飯 厲害的是 老闆不用任何香料 只用水果 蔬菜 冰糖 和醬油下去滷 吃起來乾乾甜甜 號稱這就是架槓的嘉義小吃 真的讓人實質大動 民視新聞 温如榮 李澤民 台北報導